这个是谁 这是我爸爸 邀请阿弥陀佛林 爸爸是自己住的住所 这是我爸爸去生活 然后我是每半个月就会去看我爸爸 随便给我爸爸生活 我在5月11号的傍晚去 结果看到我爸爸不在家门 我贴着一张图条就说 我贴送有我爸爸在阿弥陀佛林 走时的贴送去Dama S.I.警察局 然后我就在个一天早上 就去Dama S.I.警察局 直接去问我爸妈下落 可是警察局就check了说没有记录 没有这个名字了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Facebook 找到在星期四的半月十六 五月十六号中找到了 然后我爸爸的名字 他们还是找说没有这个 我爸爸的记录 没有人带来的 然后我就打给负责的S.I.警察局 他就说帮我去check 那时候他打给我 他说的确有人带一个老人家 没有名字 带一个老人家去 给他过一夜 然后早上的时候 问我爸爸 他说他讲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就这样把他帮走了 然后就叫我自己去S.I.警察局 然后就叫我自己去S.I.警察局 然后我有问这个S.I.警察局 然后我有问这个S.I.警察局 也没有S.I.警察局 也没有S.I.警察局 也是没有啊 然后再找附近的那些KL 收购 然后去找那些路 这样也找不到 然后之后二十号 他那个沙阵网再打给我 他就说我爸爸当时他们过了明天的时候 忽然间又从警察局是不见了 从警察局又走掉了 所以我这样我就来求助爸爸 所以我希望如果公众人士 或者大家也看到我爸爸的下落 或者其他我爸爸呢 在那里一起联络我 好 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这个你比我好啊 嗯